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是感恩節 我們感謝主讓我們今天可以一起聚集在這邊 在感恩節呢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感恩節的故事 但是在今天我們要大概再稍微把它聽過一次 在1620年的時候呢 有一群人因為受不了當時那個宗教的束縛 跟他們想要追求那個自由 所以他們就受牧師的鼓勵 他們就要離開那個地方 那他們從因果出發 可是呢 我們知道以前搭船的時候都很危險 因為都是用木頭罩 那在當時他們也受到很多的辛苦 這一群人他們就決定在搭船的時候 因為真的是太辛苦了 而且風把他們摧離了原本難道 他們就到某一個地方停留下來 那停留下來的時候呢 他們過得非常辛苦 因為他們是新住民 等於是你去到一個地方 可是你們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在當時 屈人來屈人 他們會怎麼樣 生病 他們會飢餓 他們會受不了 可是他們做了一件事情是 他們仍然感謝神 他們在很辛苦的時候 他們仍然感謝神 今天在你很辛苦的時候 你有沒有感謝神 這一群人 他們到那邊就開始他們的新生活 主耶穌給他們有很大的恩典是 主讓他們有一群 拆派一群小天使就是當地的住民 來幫助他們 來幫助他們 所以他們就在當地開始學習 簡單的打獵 那種菜 讓他們可以自己生火吃 隔年呢 他們很開心 雖然他們有一半的人員 可能都不見 可能都不在 可是他們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他們感謝 他們感謝 所以他們還是做了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是他們慶祝 他們邀請當地的住民 跟他們一起慶祝 慶祝什麼 感謝神 讓他們雖然經歷了這麼辛苦的日子 可是 他們仍然在一起 上帝也派他們 有一群小的天使來保護他們 照顧他們 所以呢 在今天 你來到這邊的時候 你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 今天是感恩節 在十一月的第四個禮拜四 就是感恩節 我們要一起來數算神的恩典 今天我的題目叫做 感謝 因主恩滿意 如果你要在你這一年裡面 給你在今天感恩節的時候 要設一個題目 你會設什麼 討厭還是感謝 他問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感謝的心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經文 在詩篇 在詩篇 第八節 他說你們要常常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善 親愛的弟兄姊妹 感謝主的恩典 一年都看顧著你 因為神喜歡我們來到祂的面前 我們感謝祂 祂從來不放重擔在你身上 放重擔在你身上的人都是誰 你自己 祂要給你的是什麼東西 祂要給你的是平安跟喜樂 只是你每次都一直把重擔自己 放在你自己身上 你要學習把這個憂鬱 謝給神 你要感謝神 所以呢 我覺得這本童書很棒 他說主的恩典看顧我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 真的隨著年紀增長 我們的煩惱就會越來越多 我帶孩子 帶了他已經快晚三歲了 雖然沒有遠不及各位的爸爸媽媽 但是我發現孩子在小時候 他幾乎是沒有壓力沒有煩惱的 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回到他們那樣 沒有壓力沒有煩惱 我們的煩惱都是我們自己給我們的 今天我們要來嘗嘗主恩的味道 詩篇的作者說你們要嘗嘗 主恩的滋味便知道它是美善 嘗就是什麼 吃 我們如果撇開所有世界不管 台灣人喜不喜歡吃 喜歡 我們是一個很重視吃的民主 我們覺得吃是一個我們的文化 也是我們一個禮節 因為我們覺得吃可以怎麼樣 可以拉近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所以今天經文說你們常常主恩的滋味便知道 它是美善 你愛吃嗎 你喜不喜歡吃 台灣人很喜歡吃 我們覺得只要不管有什麼星球救恩 坐下來吃一頓 所有的星球救恩都可以煙消雲傘 因為有一句話說吃人的嘴軟 所以呢 我們回顧一下我們一年最重要的日子裡面 不管怎麼樣 要不要吃 連這個下雨呢 也要撐著雨傘坐在那邊吃 我們過新年吃不吃 吃一定要吃嘛聚餐 母親節吃不吃 吃 父親節呢吃不吃 好像也要吃一下 感恩節也吃一下 把聖誕節呢一吃一下 所以呢 有人寫順口用 他這樣寫 他說金榜提名請吃 畢業卸師請吃 昏章洗淨請吃 喜貨鈴合請吃 然後呢 我們還要再吃什麼呢 道路破土請吃 道路駿工也要吃 會議開幕也吃 會議閉幕 要不要吃 也吃 好再來 下去市場請吃 上來匯報要不要吃 也要吃 新光燈要不要吃 吃 人員調離吃不吃 吃 所以我們知道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好像花好多時間在吃耶 但是跟誰吃重不重要 這個人大家都認不認識他 他就是巴菲特 跟誰吃也很重要 今天如果一個你覺得 坐在他面前 你就 他每次都嫌我胖 我就吃不下去的人 你還會想坐在他面前嗎 不會 可是我們知道 跟誰吃非常的重要 之前在網路有一個 有一個拍賣 也不是算拍賣 就是起標價 你願意花多少錢 跟巴菲特吃飯 你要不要跟他吃飯 我是不要 因為我英文不好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要不要 不要錢就要 不要錢就要 這個 這個長老比較會酸 你知道跟巴菲特吃飯 要花多少錢嗎 他的起標價是 兩萬五千美金 兩萬五千美金 起標 最後得標是多少 是 兩百一十一萬美金 折合台幣是六千四百萬 誰得到 是那個赤子之心 中國成長投資基金的 趙丹雅總經理 他花了六千四百萬 跟巴菲特吃飯 今天晚上 如果你跟你的Honey吃飯 你跟你的孩子吃飯 記得 那一頓飯是何等的 有價值 基督在要花這麼多錢 今天主耶穌告訴你什麼 你們也要來跟我吃飯 因為你們要常常主恩的味道 你們今天常常主恩的味道 用常常就表示 我們要去試看看 所以呢 在路加福音呢 主耶穌說了一個比喻 他說 在神國裡吃飯的人有福了 這是一個人對耶穌說的 耶穌之後說了一個比喻 他說 有一個人擺設了宴席 請了許多客 到了作息的時候 就是耶穌都擺好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吃了 到了作息的時候 他打發他的仆人 去邀請人來說 請來吧 樣樣都背洗了 今天主耶穌說 你們來你們來 都背洗了 我們來看 大家會怎麼做 今天主耶穌邀請我們來 嘗嘗主恩的職位 眾人異口同音的推辭 頭一個說 我買了一塊地 我必須去看看 請你准我辭了吧 好 第一個人說什麼 第二個人說 我買了五對牛 要去試一試 請你准我辭了 又有一個人說 我才剛娶婆而已 不能去 我娶了妻子 不能去 哇 主耶穌說我都背齊了 可是 所有的人都推死 那主耶穌怎麼做呢 他說 那仆人回來 把這事告訴了主人 家主就動物對仆人說 快去 快出去 到城裡大街小巷 領那貧窮的 殘廢的 瞎眼的 缺腿的來 這些都領來了 之後呢 他說 主啊 你所吩咐的 已經辦了 還有空位 你要不要參加 要嗎 好 主人對仆人說 你出去到路上 和黎巴那裡 勉強 從勉強的進來 坐滿我的屋子 我告訴你們 先前所請的 沒有一個人 得償我的宴席 今天主耶穌 邀請我們來到他的宴席吃飯 他說 所有的都準備好了 而且不用你回請 我們台灣人吃飯 有一個很很奇怪的習慣就是 你今天請我 我吃碗都會跟你說什麼 啊我下次請你 有沒有 可是主耶穌他不會叫你回請 他所有的都準備好了 只等你來吃飯 可是 要吃飯你要去嗎 要去點點頭 有好多人點 感謝主 可是 我們知道在經文裡面 有好多人說 我不要去 為什麼 眾人異口同音的推辭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有沒有這種人 有 有哪兩種人 第一種就是 我們知道我們在M型化的社會裡面 我們有很多人過得很好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我哪需要神的恩典 那另外一種人是什麼樣的人 他的口袋裡面都沒有錢 他關心的是什麼 今年 尾牙有沒有 年中 老闆尾牙 會不會 請客 在今天我們的生活裡面 有好多人 他們覺得他們不需要神 他們就拒絕神 有好多人覺得我的生活比較重要 所以我就離開神 我很感謝神 今天我們在座都坐在這邊 代表 我們的心裡 有一個空位是為主而準備 我們要為那些 可能因為 真的他還沒有尋求到神 甚至他真的很缺乏的人 我們要時常為了他祷告 讓他能夠回轉向神 第二種人 耶穌邀請什麼人 他邀請瘸腿的 貧窮的 為什麼主耶穌要邀請那些人 瘸腿的貧窮的 代表什麼意思 他有另外的意思 是代表他的心裡 需要神 或者是在他的思想上 非常需要神的人 我們知道瘸腿的貧窮的 不是代表外面 甚至有些人 他好成功喔 可是我說過很多次 他回去都跟他老婆吵架 他的孩子從來不叫他一生爸爸 有沒有 真的有 有些人覺得 在他的生命裡面 他投資了很多錢 可是他失敗了 他覺得他永遠 都不可能成功 有沒有 有 有些人他用很漂亮的外表 可是 他走不出去 有沒有 有 因為他會害怕 今天主耶穌說 你們都要來到我的夜行裡面 常常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 他的美善 第三種人是勉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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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覺得主耶穌為什麼會勉強人 你有沒有勉強你的小孩 來做禮拜 你有沒有勉強你自己來做禮拜 勉強就是喔我真的不想去 主耶穌說勉強 勉強的意思是什麼 來啦來做禮拜 苦勸啦各位 不要把勉強想得這麼痛苦 下次如果你的小孩子說 你為什麼勉強喔 你說沒有我是苦勸你 要記得 神 要我們來到祂的面前 苦勸我們來到祂的面前 今天 當你遇到一個人不想來的時候 你怎麼 你怎麼 好禮拜來 還是說說不要來啊 神提醒我們 當一個人不想來參加祂的宴席的時候 你就要苦勸祂來到神的面前 我要找這張照片的時候找好久喔 你看看有沒有你們喔 你們有沒有被苦勸的來 還是是歡歡喜喜的來 今天神說你們都要來 我們會去苦勸一個人 代表他真的有需要 一個身體不好的人 你會不會苦勸他喝一瓶雞精 或者是吃營養一點的東西 一個真的有憂鬱症的人 他都不出去 你會不會苦勸他說 你要走出去去跟人群接觸 一個明明有生病的人 都說自己沒病 你會不會苦勸他說 你去看醫生 今天 盼望我們都能夠 用這樣的心智 去苦勸我們的好朋友來 苦勸我們的家人來 因為我們知道 吃好怎樣 到太薄 所以呢 當我們來到這邊 我們常到主恩的美戰的時候 盼望你也能把這樣的訊息 去告訴你的朋友 今天 你是被苦勸來了嗎 你要感謝 因為你要常常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 他是美善 宴席都預備好了 再來 我們透過這段經文 我們看見 一個敬畏神的人 他就可以得到滿意的恩典 因為他的心中 總是充滿喜樂 在我們的經文 今天讀的經文很長 可是我們可能會沒有辦法 記住那麼多 但是 我們知道 神要預備給我們的 是非常好的恩典 非常多的恩典 他說 耶和華的聖明啊 你們當敬畏他 因為敬畏他 一無所缺 從第九節到二十一節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數不盡的恩典 如果你說 我有罪 我沒辦法來到神的面前 可是你要記得 在二十二節他說 耶和華救贖他的仆人的靈魂 投靠他的必不知定罪 有時候我們都會告訴我們自己 阿破罪 所以神一定不會救贖我 每天我們祷告之前 就是被自己的罪捆綁了一發 然後又覺得 今天禱告好像沒什麼釋放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在神的面前是抗為寶貝 神給你的恩典是非常大的 所以 你不用再去想 我怎麼樣 我怎麼樣 因為藝人的呼求 耶和華聽見了 便救他們脫離一切患難 靠近耶和華 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 拯救靈性痛悔的人 所以你還要再被你的罪定 你還要再被你的罪這樣捆綁 不用 神說你只要來到他的面前 只要你敬畏他 你就可以得著喜樂 他說 一人多有苦難 但耶和華救他 脫離這一切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頭 連一根也不折斷 你不用害怕 來到神的面前 你就什麼都不用怕 我在今年 我有提到我 就是檢查出很多 身體很多狀況的時候 其實我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我連出去 我都覺得阿殘了 我頭在暈 我真的好害怕 我有陣子 我真的不太想出門 我就跟我先生說 我真的不想出去 可是我先生都會 拉我出去 那 在這段時間 其實安靜很久 可是透過禱告 透過很多弟兄姊妹的鼓勵 你會發現其實你根本什麼都不用怕 為什麼不用怕 因為神是把你保護在祂的手中 聖經裡面說 我們是祂眼中的同仁 你今天會拿筆去戳自己的眼睛嗎 你不會 神會拿筆戳你嗎 你不會 因為你是祂眼中的同仁 所以 其實在我的 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覺得我過得很辛苦 但是神給我 學到一樣功課就是 當你害怕的時候 你要做一件事情是 哇 我其實很害怕 我的身體到底怎麼了 那 我也很逃避做檢查 因為我覺得做檢查好煩 你每次檢查完 你要進去診間的那一刻 你就會想 天阿 等一下醫生要告訴我什麼 是不是我活不久了 等等之類的 可是 神給我一個感動是 今天當你害怕的時候 如果你有能力去解決 你那個害怕 你就要去做 你有能力去知道 你那個害怕 會造成你什麼樣的困擾 你就要去知道 即便你再怎麼害怕 你也要找到一個屬贏的夥伴 能為你代表的人 能夠支持你的人 而去做那一件事情 所以經過一連串的檢查下來 感謝祖 身體的狀況是有 但是沒有到想像的那麼嚴重 所以透過那一段 雖然很煎熬 可是當你願意出去 去面對你的害怕的時候 你就知道 神已經帶你又往前一步了 神已經帶你又往前一步 我們要活出喜樂的生命是 我們知道神會給我們過信心的生活 所以今天聖經裡面從來都沒有告訴你說 你要把所有的壓力都放在你身上 所有的壓力都是你自己放的 神要給你的是平安跟喜樂 你今天早上起來是什麼樣的臉 你禮拜日了 明天又要上班 你到今天下午到傍晚的時候 你會怎麼感覺 你要每天都過著信心的生活 讓神掌權在你的生命當中 就算你在你的婚姻裡面 就算你在你的工作裡面 在你的學業跟課業裡面 你遇到困難 但是你要知道 神要給你過的是信心的生活 當你跟求神的時候 當你求神的時候 祂就會給你應許 祂就會給你很棒 讓你嘗嘗祂的主恩的滋味 我們每一個人都同意 我們其實過得快樂嗎 很多人都不享受祂的人生 因為我們覺得 如果我再更完美一點 我就會快樂一點 但是 親愛的你有可能更完美嗎 當我們完美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煩惱 我下一個不完美怎麼辦 當你這個問題解決的時候 我告訴你下一個問題就出來了 我發現真的 我每次煩惱說 我的小孩生病完怎麼樣 下一個問題就可能 他爸爸工作又遇到什麼壓力了 你就要趕快的接著下一個煩惱 神要給你過這樣的生活嗎 不是 神要讓你過信心的生活 再每一天都過信心的生活 我們知道在科學上有一個研究就是 當你越常使用你那個神經系統的時候 它就越容易被活化 今天當你常常想喜樂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常常是喜樂的 如果你一早上起來就 嗯 那我告訴你所有的煩惱就馬上就進來了 你會想說我今天猜到煮什麼 我今天要幹嘛 如果你早上起來就是 耶 美好的早晨 那今天跟我的家人出去慶祝一下吧 這兩種生活你要什麼 你要靠著神過信心的生活 你知道你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祂都會保全你連一根骨頭都不被責斷 親愛的弟兄姊妹 因為我們能夠活化我們身體那個喜樂的細胞 因為神給我們的是滿足的喜樂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的 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裡面 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你知道耶穌說這句話的時候 祂要面臨什麼嗎 祂要被定十字架了 可是祂說我的喜樂要充滿你們 祂要被定十字架之前還可以喜樂 今天你要去面試之前 你是喜樂的還是緊張的 我相信神的喜樂要充滿我們不簡單 但是這是一個很大的操練 我們都要一起來學習 最重要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 敬畏祂 耶穌說這一段話的時候 祂說了一段話 在之前祂說 正如我愛我的父一樣 你們要藏在我的愛裡面 你們如果遵守我的誡命 就藏在我的愛裡 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 藏在祂的愛裡 主耶穌說 我能這麼喜樂 是因為我遵守我父的命令 所以今天我們要這樣的喜樂 你就可以發現你不一樣 好 再來 我要跟你們說 喜樂是建立在我們的故事上嗎 不是 因為我們的喜樂 有時候會述墜 有時候會跌到谷底 喜樂是建立在跟神的關係上面 最後我們要不斷的感謝 我本來希望這張圖 就是把每個人都拿來放大鏡 今天你看到你的孩子的時候 你放大的是什麼 他這禮拜考試只考了50分 還是你放大的時候 你兒子拿著洗碗幫我洗碗做家事 你看到你孩子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情說的都是什麼 以前我都想我媽回來之前 我們都趕快把所有的東西都收好 不然他一進門就是什麼 你們都沒做家事 親愛的 你回家也這樣嗎 一進門 功課寫了沒 但是一進門就 哇 先讚美他一下 然後再問他說 你功課寫了沒 孩子都是吃軟不吃硬 真的 所以呢 盼望我們能把感謝的心 放在我們的心裡面 感恩節提醒我們要吃大餐以外 也提醒我們要感謝 有一個唱詩歌 也不是唱詩歌 他是一個聲樂家 他曾經 他在20世紀是一個很出名的聲樂家 那在唱歌的時候 有人就去訪問他說 你覺得你這輩子做過最偉大的事情是什麼 欸如果有人會這樣問你 你會回答什麼 他說 我覺得我這輩子做過最偉大的事情就是 我回去告訴我的媽媽說 你不用再靠洗衣服來養活我 現在你不用再替別人洗衣服了 今天 你有沒有這樣感謝你的家呢 當我們心存感謝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我們跟家人的關係是很親密的 我那一天去 你上就是去保養車子的時候 我把 我相信之前我們大家都有看過一本書叫做秘密 就是說你要怎麼做才會怎麼樣怎麼樣啊 那我就很好奇把那一本書翻開來 你知道他裡面花好大一張在講 你要感謝 當你感謝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很正面的力量 親愛的弟兄姊妹 聖經裡面提醒我們 要常常感謝 我相信當我們在讀聖經的時候 你會常常發現你要感謝 除了感謝神 我們也要再次 常常主恩的滋味 因為我們台灣人在 常主恩的滋味 也不是台灣人 很多人都這樣 常主恩的滋味 所以就像我們台灣人喝酒一樣 都怎麼樣 乾杯 今天我們在常主恩的滋味的時候 是怎麼樣 乾杯 快點 冷了 什麼都不用講了 可是 你有沒有想說你要換另外一種 就是 像外國人一樣 人家在喝酒怎麼喝的 先拿起來 把手溫在酒裡面 然後呢 聞看看 嗯 我的手的溫度有沒有到酒裡面 吸一下 嗯 好像滿香的 再來怎麼做 欣賞一下 料理好 再來 喝一口 可以全部嗎 不行 喝下去的時候還要感覺 他在嘴巴裡面有沒有刺刺的 有沒有香 這個味道怎麼樣 跟其他的酒感覺起來怎麼樣 喝下去的時候就喝下去了嗎 沒有 有沒有順口 有沒有刺激喉嚨 今天我們常主恩的滋味的時候 不要像台灣人一樣 喝酒就 常主恩的滋味的時候 是要慢慢的品嘗 或許在這裡面你會品嘗到苦苦的 但是有一句話說 良藥苦口 很多對我們有幫助的 上帝要給我們更聖結 更堅定 更有信心的生命的時候 都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 當你把它吃進去的時候 當你更依靠神的時候 主恩的滋味變在裡面 噢 跑出來 親愛的弟兄姐妹 盼望我們在感恩節的時候 我們可以品嘗這一年來 神給你的主恩的滋味 你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神帶給你什麼祝福 你的家人為你做了什麼事情 最後不要忘記把你自己奉獻給神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在歐洲一個小鎮 他們那時候有很大的 就是黑死壁蔓延的時候 他們那個小鎮死掉了很多人 那這個小鎮他們就說 他們之後要 當這個苦難過去的時候 他們每年每十年都要演一組 就全村的人動員演壽難局 那這個小鎮一直做 做了很多年 那有一天呢 他們在演的時候 就有記者去採訪他們 那就對男主角的十字架很感興趣 他們就把十字架搬起來 搬在自己的身上 這時候記者搬上去的時候 才發現 噢那個十字架是真的很重 非常重 那他們就訪問這個男主角 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搬這麼重的十字架 這個男主角回答他一句話 他說 如果我不搬這麼重的十字架 我怎麼能體會當時 耶穌基督的心情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可能也有一個神的十字架 在你的心裡 你可能會覺得很重 因為那是一個你不是的負擔 但是 你不要忘記 神在他傳福音的這段時間裡面 他也把這樣的負擔放在他的心裡面 我剛剛有聽到慧琳長老說 就是我們的花語堂 今天要開個會議 那其實那時候我心裡有一個感動是 我們的花語堂 從我當成學生的時候 它不是這樣子的 但它改變好大喔 現在進來你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舒適的空間 那 在這裡面 神把這樣的一個福音的負擔 放在我們不是同工的身上 我相信神一定也有把這樣的負擔 或許一絲絲的曾經在你的腦海裡面出現過說 啊我應該這樣做 當我們每一個人都願意動員起來的時候 你或許可以改變這一間教會 或許可以改變花語堂 那 這是一個不簡單的工作 就如同這個演員 也背了一個很重的十字架 你知道他在演戲的時候 他又要緊張又要背十字架 可是 他還是這樣馬上演完 他帶給很多人的感動 甚至他跟主耶說的生命的連結也更加的深刻 所有的服飾不是只靠一個人 是要所有的人一起同工的時候 那個帶出來的力量才是大 你知道我們也是在拖我們家的地板 因為我們家住在鄉下 所以地板蠻大的 我心裡都只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我可以叫掃氣的人 來我們家一個人拖一塊 好快就拖完 而且可以拖得非常的乾淨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感謝神是因為 他在我們這一年照顧我們 但是當我們只接受他的恩典的時候 我們沒有跟他更多的連結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好像有一個地方空空的 就如同 你每天回家都只是媽媽煮個飯 有一天你會不會期待說 改天我要煮一頓好吃的 或者是請他出去吃一個好吃的 所以不要忘記 神的恩典都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只要我們 願意更多的品嘗祂的恩典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是受到加倍的祝福 我們一起來唱我們今天的鬼影詩 在我們的周報第九點 最有禮物 主耶穌 我感謝你 主耶穌 你的身體 為我而設 來我出醉來 進入光明過度 使我暫時能看見 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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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謝你 主耶穌 明天從前 為我而設 我感謝他們 恐日啊 我愛這uir 地 我愛你 主耶稣我无尽怀疑 崩溃是教义者 是你说明的缘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首歌当中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的身体为我而生 在今天你怎么看中主耶稣的身体 为你而生这件事情 主耶稣的宝血真的洗进我们身上很多的罪恶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这么的美好 我们时常都觉得好像没有 我要告诉你你要释放你自己 你要邀请神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这个宝血可以代表很大的意志 不管是你心灵上的 或者是你身体上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要求神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因为这个宝血是要赐给你 不是只有赐给我 而是我们所有的人 从你出生开始 一直到你年老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得着 你不要忘记这个恩典是属于你的 也是属于我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的 你不要就让他这样跑掉 你要紧紧的握住他 来到他的面前进回他 我们再次来唱这首歌 宝贵世家 宝贵世家的救恩是为你所拟的缘 而且神的爱 永远对你 永远对你冲大不对感变 永远对你冲大不对感变 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的保险为我而留 宝贵世家上 你知恩典永远 是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世家的救恩是我生命 主耶稣我扶贵世家的救恩是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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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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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天父 我们要感谢你 以你是在我们的心中 辅助创造邪恶的神 使我们在困难当中有盼望的神 所以说我们谢谢你 透过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你的宝贝 是你刻骨著被你捧在手心裡面的孩子 我們時常被魔鬼所欺騙 告訴我們 你不是 你不能 你是一個沒有信心的人 你是一個生命的人 你是一個沒有人力的人 但是主耶穌說我們知道 你已經為我們每一個人預備了一個豐盛的宴食 是我們要來到你的腳跟前品嘗的 因為那是一個神聖的祝福 那是一個豐富的恩典 主耶穌說我們要求你加倍把這樣的恩典 放在我們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身上 或者台灣的欠缺的時候 主要你就彌補他們的欠缺 因為我們知道你的喜樂要使他們得以滿足 主我們要為所有的弟兄姐妹感謝你 因為你在他們的心中有一個很大的空位 因為他們為了你 他們犧牲了他們寶貴的時間 他們來到主你的寶座前來這邊敬拜你 主我們相信你要加倍的賜給他們的祝福 無論是在他們的家庭上 工作上甚至在學業上 主我們都要祝福他們 主我們要再次 我們自己也要望在你面前 給別人的喜樂充滿過我們 也幫助我們能把這樣的恩典 傳扬給更多的人 使我們能在生活裡面與你一同作息 謝謝主耶穌我們這樣祷告 都要留下我們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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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